大家好 今天发生了今年目前为止最大的新闻 但是我却不能立刻做突发 因为你也说好了礼拜六 说好带小孩出去的 所以我在路上一直在听一个信息来源 如果你在推特上的话 你会发现我从今天中午开始 一直在一个推特的空间里面 就是可以听的空间里面 那个是一个什么空间 那个是一个美国的右派 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人 反对乌克兰 大部分是反对乌克兰 反正他们就说相对而是比较右派的 这样一个里面有新闻记者 有很多分析专家 所以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种话 我觉得是最具有批判性的 我知道很多人像我一样支持乌克兰 所以你会看很多乌克兰的信息来源 但是不管是乌克兰的信息来源 还是其他一些反对俄罗斯的信息来源 我觉得都是你要打个问号的 他可能是乌克兰这边的一些战时的宣传的措施 所以我如果去听支持俄罗斯的人 而且他因为在美国 他多少从事新闻工作 他要点脸你知道吗 他虽然里面有很多网红 但是还有很多真实的记者 他要点脸 所以他的信息往往是最具有批判性的 如果他们都是这么说的话 那觉得问题 比如说现在叛乱 俄罗斯国内叛乱情况怎么样 如果他们都这么说的话 那问一定不会比这个更 甚至可能会比这更严重 但是一定不会低于这个 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一天到目前为止 我听到的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的所有的信息来源 全部要经过把关的 最近的一个我听到就是说 乌克兰在前线反击 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因为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从头前讲一下 今天早上就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 突然就进入了俄罗斯的罗斯托夫 叫罗斯托夫这个州 然后攻占罗斯托夫的 他当地的南方司令部的 南方指挥部的总部 就是南方南面 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方面 就是南方面军 主要是他有个总部 然后他就攻占那边 然后还跟他拍了视频 瓦格纳集团的老头 一把手 普利格恩 他自己的叫Telegram电报频道里面 把这个视频放出来了 跟南方集团军的两个将军 也应该是一把手和二把手 谈笑风生 就好像就是我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一样的 但是这个未必 因为你想人家都已经把你攻占下来了 是吧 这两个人他要你怎么做还不配合 所以这个以后 然后普利格恩就宣布要进军莫斯科 当然他进军莫斯科 还是经常用的戏码叫清军策 他说的我要针对的是 我要去逮住绍伊古跟格拉西莫夫 一个是俄罗斯的官部长 一个是俄罗斯的总参谋长 是针对这两个人 但是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 大概在北京时间 大概在两三点钟钟的时候 普京做了一个突发的讲话 本来是9点钟 俄罗斯上 当天时间9点钟早上讲的 后来一直拖到了9点40几分 终于出来讲了 讲话内容 就是在那以前大家都在揣测 普京会怎么说 他会怎么去定性这个东西 那么普京的讲话 完全就是把他定性为一次 兵变 叛变 然后他说的就是 如果说参与的人既往不咎 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如果谁要是不跟踪他的话 我就不算你的账了 是吧 就肯定是无罪的 那言外之意就是你跟着普里格任继续来搞的话 那你就别过来不客气了 大概这个意思 我在那个群里面听他们在解读这个 其实有一些人在里面听出了一个虚弱的感觉 因为你想那个群里面都是支持普京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支持普京的 还有很多前俄罗斯的 前俄罗斯的人 然后他们就觉得 如果俄罗斯 他们之前认为这个不是什么大事 没有像什么西方媒体炒作的那样 那个什么叫什么 说俄罗斯兵变什么东西 他认为就是个小小的一个小事情 俄罗斯胆包派警察就能够弹压下去的 所以他们听了普京的讲话以后 有一阵群里面就好像没人说话了 就一阵死寂了 就为什么 他们本来说是小事情 小事情就不可能再上传这个高度 但是普京那个话已经彻底的证明了 这个就是一个叛变 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叛变 不是一个就是说我派出大兵一到 玉石俱焚这种 而是说我现在要通过这个讲话 把尽可能坐普里格人那边 据说有两万五千人 在向莫斯科进军 要把他们的人尽可能争取到我这边来 这还只是普里格人自己讲的 瓦格纳本部的两万五千人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加入 我甚至有看到说有俄罗斯国家安全部的人 说普里格人只是一个后台 国家安排部的人是在前面牵头的 这个我不知道 这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一个信源 在那个群里没有听到这个解释 总之就是说普京的讲话 远远超乎了很多支持俄罗斯人的预期 他们就是不对 好像普京这个讲话印证了西方说的 或者乌克兰说的是真实的 他们原本认识 以为的只是一次小摩擦是错的 所以普京的讲话就定性了 这个事就是一个你抵我矛盾了 在普京讲话之后 大家所有人目光就看准了普里格人会怎么接招 那么一开始 就是瓦格纳集团 他有很多telegram账号 有的账号就发出来一句话很短 就是说普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在这件事情普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但是不能确认是不是普里格人自己本人发的 但是后来他们说 据说有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信息来源 发了这句话 有可能就是瓦格纳集团的正式声明 我们暂时没有看到 但是普里格人后来有发了一段话 就是讲他依然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普京 反正就是说对普京讲话非常的失望 我待会看一下 我刚刚到家 sorry 我刚刚到家 所以我赶紧把我今天听到的很多东西 跟大家现在的复述一下 然后跟大家在联系里面交流一下 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案头的工作 可以把一些东西给呈现给大家 据说普里格人后来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 就是讲这个事对普京的很失望 是吧 我们要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说俄罗斯很腐败什么样子等等 昨天普里格人出了一个视频 其实当时就应该有感觉了 他已经开始说到什么 压根没有对乌克兰 过去8年里面 乌克兰压根没有对俄罗斯 在乌东地区的平民进行伤害 那个意思 主要就是进攻俄罗斯的军 在当地的驻军 所以这个从本质上 就是否定了这一次 对乌克兰战争的合法性 你不觉得吗 当时其实就应该有种感觉 就好像说 这哥们这次要做的事情 要做大事情 从今年23月份 当时普里格人 当时就是说 直接跟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一谷跟格拉西莫夫叫板 当时我就用两个字 叫华变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 正常国家看来 一个前线的先锋官 直接叫板说 你后面兵部上书 兵部上书 跟你总参谋长就怎么说 反正差不多 就是直接叫板兵部上书 这还不是华变吗 这不是华变 你什么是华变 很多人就说你夸大 一点都不夸大 今天普里格人这个行为 已经彻底的 当时如果你还不信的话 现在我就做给你看了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他是从罗斯科夫打下来以后 在往莫斯科进军 他的25000人正在往莫斯科开进 我前面在听他们的群里面讲 莫斯科没有任何部队 能够防得住他们 莫斯科可能有些禁卫军 但是禁卫军全都是步兵 没有这种能够挡得住坦克 这种重武器装备的 然后莫斯科能够调动的 现在目前能够调动的 阻拦他们的空军 但是第一个普里格人这边 他们方面军有没有空军 现在不知道 第二个空军你也无法完全的阻止对方 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所有你的重武器 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全部炸掉 桥梁全部炸掉 让他重武器供不过去 你可能打禁卫军 你可能打不过 但是问题是给大家看这个图 我给大家看个图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谷歌地图 他们现在是从罗斯托夫往莫斯科 你可以看这一路上到处都是路 你知道吧 你要炸路根本就炸不了 之前在群里面他们已经通报了说M4公路 我也不知道M4哪一条 有可能就是这条公路 有可能就是这条 上面有很多这种进行标志的 有可能就是这条 但是也有可能这个进行标志的是 俄罗斯政府设的路障 就是有一条高速公路 据说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视频 也没有得到照片什么的确认 据说俄罗斯空军已经轰炸了M4公路 高速公路 但是问题是你看通往俄罗斯 条条大路通俄罗斯 你看到没有 这边条条大路通俄罗斯 而短时间内以内 你是调不出其他兵马过来 他们隶属了所有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都是挺俄罗斯的 他们也在讲怎么样才能够把 这些兵能够挡住 真正懂军事人第一感觉就不对 普里格人反了以后 就没有人挡得住他了 就好像当时支田信长 明智光秀反了以后 敌在本能寺 这个时候所有的兵全到外面 所有的大明全到外面 没有人能挡得住明智光秀 直接就把支田信长给干掉了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反应 挡不住 没有部队能够挡得住他 没有能够有效的 你靠警察或者俄罗斯 我忘了叫什么了 也有武警的 他们也有这种相对重武器的那种警察 武装警察 靠空军 你是挡不住这支 而且他是瓦格纳集团 是最精锐的部队 是你回来救场的部队 是挡不住他的 然后你在其他的军队 在乌克兰作战军队 调不回来 更不用说他如果已经控住了南部战区的话 在乌克兰的军队里面 大部分都是属于南部战区的 OK 所以你不但调不回来 你不但时间来不及 而且你压根有可能就永远就不会掉回来了 那么其他地方的 我们知道因为一切力量全部集中在前线了 所以俄罗斯国内其实是非常空虚的 不管是你去靠 我刚才看到有人叫车臣卡多罗夫 在说了 卡多罗夫大家都明白 是吧 这个人就是叫良嗓子 什么东西我都叫良嗓子 都很高调 但是什么东西也不做 所以你也不用指望向车臣卡多罗夫过来 勤王救驾 也没可能了 然后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现在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他在莫斯科 还有一种说法他在土耳其 就是说卢卡申科现在已经听到了 至少像俄罗斯应该跟他通报了类似的情况 或者怎么样子 卢卡申科要么是在莫斯科 要么就是在土耳其 就是他不在白俄罗斯了 哪怕卢卡申科他在白俄罗斯还能够作证的话 白俄罗斯也已经没有家底了 白俄罗斯军队虽然没有动 但是白俄罗斯所有的装备都已经去支援了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了 所以白俄罗斯也不可能说 这个时候再来帮你挡住25000名的精锐部队 那么你从其他地方掉就更加不可能了 所以按照军事上来讲 他们虽然有很多人 那个穷里面有很多人是支持普京的 就觉得普京跟普里格任 明星所向在普京 俄罗斯人都拥戴普京 所以就会出现俄罗斯平民 去趴在普里格任的坦克前面去阻挡普里格任的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或许是吧 我们可以静静的看待明天 他们算了一下 从这过去大概13到16个小时 基本上需要16个小时的样子 我们基本上就是明天早上起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老百姓 有没有趴在普里格任的坦克面前 阻止他进军莫斯科是吧 说不定 不不不 我们笑归笑 但说不定还是有这可能的 但是按照我对于独裁体制的认识 就是独裁体制下的民众体现出来的忠诚 往往是对你实力的表 对他忠于的不是忠于你这个人 也不是忠于你的idea 他忠于的是你的实力 一旦你实力没有了 不会有人说去趴在敌人的坦克面前 去为你护驾的 是吧 所以我们看吧 明天早上我们再看 这个普里格任军队到哪里了 此外我们都知道三架 至少有三架的俄罗斯军方的直升机被击落了 普里格任自己还发了Telegram 在Telegram发了信息 说俄罗斯的直升机对我军扫射 然后被我军打下来了 但是两架直升机里面 可能只有一架是武装作战的直升机 因为另外两架可能是运输的 另外还有一个俄罗斯的固定翼飞机也是被击落了 但是等时没有找到 之前有人发了一个视频 说俄罗斯的固定翼飞机被击落的 但是被发现那个视频是一年一多以前的 是假的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有一架固定翼飞机被击落了 刚才有朋友在里面已经发了型号了 反正但是那个也是一架运输机 运输的运兵的飞机 不是攻击的飞机 所以现在关键还是要看 能够有可能挡住这个部队前进的就是空军了 他们刚才在里面讨论说有没有用空军对它进行一个饱和轰炸 这种地毯式轰炸能够阻挡进军的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 第一个普里格人部队它不是没有防空力量 它能打下直升机 我相信打下苏-29这些飞机问题也不是很大 如果你真要动用战略轰炸机去对付你的兵变的士兵的话 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只是在猜测 我不知道25000人 然后我知道你没有东西能挡得住我是吧 然后我知道条条大路托莫斯科 我会把我的人扎一条堆走一条掉过去吗 我肯定不会 我肯定就拆封 我肯定拆封 我肯定拆开走 是吧 对 瓦格纳是有防空系统的对吧 南部方面军怎么可能没有防空系统呢 所以各种信息 我再说一遍 刚才我在那个群里面 那是一个亲俄罗斯的 美国的亲俄罗斯的群 你在美国的右派 就支持共和党的这一派里面 有一些比较急右 就是支持共和党的这一波里面 有一些人是真的很挺俄罗斯 为了挺俄罗斯 连中共他都 中共给的信息 他给一个他就吐一个 给一个他就贴一个 给又贴一个 就是为了挺俄罗斯 已经到了这种脑子里面已经进水的地步了 包括有的时候马斯克 你看到他们也会转账贴 也只能笑笑是吧 马斯克刚刚几分钟以前发了一个图 意思就是讲 现在所有的女人都睡得很香 所有的男人全都不睡觉 都在看瓦格纳基团现在打到哪了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我估计今天晚上我也够呛 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会睡得晚一点 我待会做完这个直播以后 我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做一个长的直播 我们随时关注 到时候我手上有更多的资料可以给大家展示 另外我看看还有什么信息 大家可以 我跟大家互动一下 说不定我会想到一些他们里面聊的信息 普京被拒军事化 前面有人提到说普京跑了 没有跑 至少目前为止 公开资料没有显示说普京跑了 我知道说有一架飞机是说飞到了 那个城市的名称叫什么 大家如果记得帮我说一下 就是俄罗斯战略核导弹核武器存放地点 说有一架飞机是从那个地方飞到了莫斯科 而不是从莫斯科飞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有人觉得 也有消息说普京跑了的话 应该是他听反了 他听说从莫斯科飞到了战略核导弹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你要撤离莫斯科的话 普京很有可能就是兵败如山倒了 你想当时那个谁 就是在任何时候发动政变的时候 你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撤的 还记得当时崇祯 崇祯怎么死 崇祯就是因为不能撤 大家都说不能撤 君王死射计 你一撤了以后 老百姓就知道君王已经跑了 大家也就垮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俄罗斯 普京我觉得不太可能现在跑 不太可能现在跑 当然也不一定了 因为普京有一个称号叫做地堡老爷爷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 在中文里面从来没有人把这个翻译过来 就是讲他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 俄罗斯普京老是不在莫斯科 老是跑到地堡里面躲起来 把所有人全部隔离在外 然后远程发号施令 所以叫他granny in the bunk 好像是bunkgranny 叫grandpa grandpa in the bunk 叫俄罗斯人 尤其是反对普京的人 就管他叫这个名字 看看 然后这个事的影响 就说本管说最后普里格人赢不赢 我们先回到这个图 我特别喜欢这张图 我特别喜欢这张图 普里格人就觉得越来越像 现在有很多人在拿俄罗斯发生的事情 在找历史上的蓝本 我觉得最像的就是安禄山了 我们当然现在用的是吕布的头像 但是普里格人真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安禄山 安禄山为什么讲安禄山 安禄山是李隆基的宠城 安禄山当时为了取悦李隆基 跟杨贵妃跳胡旋舞 他是胡人 他长得很胖 但是他跳胡旋舞旋转如飞 非常讨李隆基跟杨玉桓的喜欢 但是后来就架不住 他靠近皇帝的宠城 杨玉桓的应该是哥哥 我忘了这个 相当于是两个人真宠 最后安禄山被真宠失败了 所以最后就反了 所以因为普里格人之前也是普京的宠城 普京可能这次也没想到这边这哥们真会烦 然后现在就是两个宠城 他跟邵乙谷 最后就是邵乙谷 普京就最后还是从了邵乙谷 今天普里格人要么是他 要么是他的瓦格纳集团的发的频道里面 曾经提到过一点 普京你本来可以只要把两个将军退休了 说白就是邵乙谷和格拉西莫夫退休了 这个事就解决了 你非不做 是你逼我们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具体的措辞我不太确定了 但是有可能是回应普京说你们是兵变 大家人人得而诛之 然后在回应里面就讲的 本来你只要把两个将军给他退休了就好了 大家都体面一点下台 你不做那不好意思 那就我自己来做了 前面讲到哪了 看看 我今天一天在外面着急 你知道吧 我说好不容易 这个几年以来 甚至比新冠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 都要突发的这个事件 结果就这一天 我今天非得在外面陪小孩子玩 但是没办法 这事件说好了 着急 封面要素过多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讲明智光秀 前面我们讲过了 敌在莫斯科 敌在本门寺 但是我觉得最像的还是安禄山 尤其是安禄山也是手握重兵在外的 然后也是相当于是被认为是唐朝最精锐的武装 然后就反了 当然唯一的因素就是劝缺了一个 就是安禄山当时并不是在对外作战 只是在镇守边关的时候 然后对了 你知道中国的粉红是怎么比喻的吗 刚才我在那个群里面很多人会比喻 把它比喻成 比如说有的把他比喻成拿破仑 拿破仑怎么发家的 大家记得吗 拿破仑本来是驻外在外面打 在直立民打仗的 然后就偷偷地跑回了法国本土 然后掀起旗帜 是吧 他也相当于是在外作战的将领 然后德高望重的将领 回到法国以后 然后就发动政变 夺了位子 有点那么意思 有点那么意思 你知道中国的粉红把它比喻成什么吗 我看大家有没有人提到这一点 中国的粉红把这一次事件比喻成什么 我都 不是 我看看 我先跟大家互动一下 大家想一想 中国的粉红把这一次普里格人反叛 比喻成哪一个事件 我看大家的消息灵不灵 刚才我在那个群里面 英文群里面 他们都已经听到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粉红给他们喂 他们为了帮俄罗斯 连中国的粉红 他给的信息都照单全收 你知道吗 当时我一看 不就是推特上 那个著名的粉红 叫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打着中国起的粉红 给他喂的一个消息 就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和什么样子 就把他们怎么再硬解释这个事件 我看看有没有人说对 不对 二月革命不对 碗南事变不对 都不对 吴三桂都不对 中国的粉红把他比喻成 朱毕也不对 朱毕也不对 陈炯明 暗史之乱我们也说过了 赵匡胤 陈桥兵变也不对 陈桥兵变其实还有点像 也是手握重兵 至少目前普里格人还没有直接针对普京 之前都是 所以陈桥兵变还有点像 也不叫太平天国 大家不知道吧 我给大家看 我稍等一下 我给大家找一下链接 我给大家找一下链接 然后我一起给你看一下 那哥们叫啥来着 我想想 我那个纯粹就是映舟你知道吧 映舟 我看他一起有 在这儿 在这儿 就是这个哥们 所以我是觉得 一旦你有了一个额跌以后 或者你有了一个任何跌 你只要任任何人 任何东西为跌以后 你的判断力会受极大的影响 他们认为这个是像这个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话 我刚才顺便找到维基百科 就226事件 日本1936年 当时的日本陆军里面分两派人 一个是黄道派 一个是统治派 然后黄道派的青年士兵就造反了 相当于是 第一士团的 其实只是并不多 不是整个第一士团 一部分士兵就直接各地展开刺杀 然后去刺杀政府里面的 他觉得不是我们这边的人的 然后就准备要直接挟持天皇 就是要掌握军队的控制权了 最后被天皇言辞的斥责以后 就把这个事镇压下去了 他们觉得这个事件是个226事件 这是哪跟哪 而这两者里面唯一的共同点是什么 就是他们希望这次的兵变 能够尽快地平息 就是这两者里面 只能找到这一个共同点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第一士团并不是日本最精锐的士团 是吧 也不是起兵的士兵 也只是下级金官 甚至不是上级金官 中下级金官 连中级都没有 我记得起兵的士兵里面 都是最高级的金官 就是谁 我看看 最上级的起兵的这些士兵里面 我这个事已经好久没有 看主事的人 这是被威胁被刺杀的 就是一些下级的少壮军官 你知道吧 就是当时受一个人叫北 北什么的 就是当时有一个人 他是对 他是持皇道派思想的 就觉得应该让天皇出来 北一辉 对 我没错 记错了 北一辉 他是一个纯粹的 就是要尊皇 尊皇把皇上权力 让皇上自己一个人掌握 下面那些官僚 全部都割除掉 然后由我们这些少壮派 来扶持圣上 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一些支持北一辉的 一些小 你看这种小凤青 你知道吗 那么这跟普利哥任 现在的 他是作为瓦格纳基层的老大做了这个事情 25000名士兵进军莫斯科 没有任何的 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点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希望当年 现在瓦格纳的兵变 能像当年的226事件一样 尽快的被铲除掉 在他们心目中 普京就是天皇 不可思议 我看刚才一个人都没猜对的 一个人都没猜对的 一个都没猜对的 我知道很难猜 所以当你去 还是那句话 当你一旦有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然后固定下来以后 你就一错百错 一错百错 你如果说整个过程中永远也不去反思 自己以前到底做了哪些错误的 这个判断到底哪错了 是吧 俄罗斯不是一路高歌吗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以公转手 然后现在都变成这副模样了 所以你就拒绝接受现实 你就要用你扭曲的幻想来解释现实 就解释出这种东西 但是我在里面听他们说 1936年 说中国那边 他们的观点什么 他们认为 其实就是这些小粉红的观点 我相信中国的上层 很可能已经得到了确道的情报 他们才不会像小粉红这样判断 说这就是226 他们所听到的中国的观点 就是小粉红给他们的观点 认为是226 我当时听了 1936年日本有政变 我的开车都差点没笑 没笑喷了 我说这个不太对吧 你们懂不懂226是怎么回事 吕布哥金 吕布哥金 这哥们写的名字有意思 吕布哥金 然后这次发生了以后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对于俄罗斯 对于普京 对于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 是个重大打击 先不说现在是吧 普里格任在 我还是倾向于读普里格任 因为刚才听了英文里面 很多人说的还是 普里格任 更多的是格任 普里格任在进军莫斯科 然后乌克兰这边在大局反攻 然后你现在前线的士兵 我相信应该收到了很矛盾的指令 首先一个 我的南部方面军的总部被占领了 他还会有上面面临的下达吗 如果不会有下达命令的话 前线士兵肯定听说了 后面发生这种事情 肯定不会恋战了 谁在这个时候还会在死战 我都不知道下面主子是谁 谁会死战的 所以乌克兰 我个人判断 一定会有很大的进展 较大进展 那么前线可能还有些部队 受到指令 要立刻擒王护驾 立刻要对于瓦格纳集团 发起反攻 这个时候你就更加困惑了 我现在第一个 乌克兰我不能打了 然后我要反过来打了俄罗斯人 而且普里格人刚才在讨论里面 有的人觉得普里格人就是一个狂人 就是一个妄人 在俄罗斯的国内是没有名义支持的 有人都提出了反驳 为什么 之前他们一直在吹瓦格纳集团 所以你现在那个时候吹瓦格纳集团的时候 所有的话就可以拍回到你脸上去 就有人说 不对 瓦格纳集团你可以说 它的确是一个雇佣兵集团 在民众里面 它可能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但是它在士兵里面的影响力 包括在俄罗斯国防军里的影响力 是不一样的 瓦格纳集团一直都是以 就是说我是你们士兵的代言人 我不只是你瓦格纳的士兵代言人 我是所有俄罗斯士兵的代言人 以这个姿态去发布视频的什么东西 所以它在军队里面的威信是挺高的 就更不用说人家的部队的确就是你们扛顶梁柱 是吧 当时俄罗斯一窥千里就是瓦格纳顶住了 是吧 所以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很多俄罗斯人 尤其在美国的俄罗斯人 把俄罗斯的民众支持普京 这个看得太重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那可能是基于一种西方右派的观点 在看俄罗斯 他觉得俄罗斯人真的会为普京赴汤蹈火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解释俄罗斯前线士兵的士气如此低落呢 所以在这种集权国家 真的不是看谁获得民心更重要 而看谁更强大 在俄罗斯是这样 在中国也是这样 很不幸 在中国也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想 为什么现在中国国内很多人看起来非常支持中共 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共的意识形态 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共产主义 不是因为他们支持所谓的 叫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他们支持的是你强大 而他们忘了强大是从何而来的 好吧 我就不说 我就不点破了 我就不点破了 在专制国家的确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只有在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国家 才是真正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谓的得民心者 儒家所指著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那个时候歌剧的时期 那个时候或许你还有那么一点得民心得天下的意思 那真的在专制社会 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面 明星算个屁 所以要做就是什么 就把这些人民 习惯了专制统治的人民 让他能够变成自己当家做主 自己有这样的为自己去做主的意识 这样你才能做到得民心者得天下 不管这个民心是以选票 还是以血肉之躯来体现 好 我来看看 有没有 我给大家互动一下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去稍微准备一下 我们再开始下半场 是吧 今天晚上真的可以不睡了 真的可以不睡了 直升机现在至少三架 现在我们知道是三架 卡多罗夫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卡多罗夫如果他回莫斯科勤王的话 我现场在他 我现场传我一个嘴巴子 卡多罗夫不可能的 不要指望卡多罗夫回去救驾了 那么惊的人 他要是回去救驾了 他怎么拍抖音 是吧 有人说普京等于蒋中正 普里格人等于毛泽东 这事儿有点 有点 这个比喻有点不怎么恰当 五毛说 有人评一下 五毛说俄罗斯在下大旗 可以的 这个大旗大 连自己的老王都用上了 连普京都下场参与这个大旗了 可以 有朋友讲48小时拿下莫斯科是吗 真的是 如果说 以前像比如说崇祯那个时候 勤王救驾 他要调江南部队 回来勤王救驾 主要是因为来不及 赶不上 但是我个人感觉 俄罗斯你就算给他时间 我就算给你普京时间 我没有去除这个突发因素 给你时间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调集足够的军队 后来 回来来救你 更不用说属于你的窗口 只有顶多就是48小时 顶多48小时 但是现在西方的 北约也好 或者说乌克兰也好 其实都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他担心 你反应过度以后 可能会让俄罗斯政府正好抓到罢柄 你看看 你看他们是创通好的 就是说普利哥人是创通外国势力 是俄奸 就避免给他们这样的罢柄 当然乌克兰前线反击了没办法 那你自己内部乱了 那你不能怪我 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反击了 有朋友讲梅德维杰夫讨了 梅德维杰夫今天下午放了很多狠话 梅德维杰夫一直是负责放狠话的那个 不管是核武器什么的 他下午放了很多狠话 就是关于普利哥人的 说他跑了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信息来源不确定 我待会儿确定了一些信息来源以后 我再给大家做最新的播报 莫斯科是一马平穿 比肌腹好打 我们先看看 如果梅德维杰夫讨了的话 那就真的是有 然后中国方面 我也没有关注中国方面 外交部的给的一些信息 因为这两天应该是端午节 这两天外交部是不开记者会的 俄罗斯出动空军轰炸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 俄罗斯空军据说轰炸了M4的高速公路 但是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通往莫斯科 条条大路通莫斯科 你光炸公路 你就先不说对方有没有防空力量 你光炸公路的话 其实你可能能拖延部分时间 但是你阻挡不了军队进入莫斯科 这个真的是 自从我做油管以来 我觉得最重大的一个突发 应该这么说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最重大的一个突发 当时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直播 只能讲俄乌战争应该会比我们预期的 很多人预期的更早结束 之前双方其实就是在互相的表现 我要跟你打长期持久战 俄罗斯也说我准备打十年 然后美国那边说我要加息 或者怎么样子 我也要准备 欧盟那边给乌克兰提供了 好像也是支持了很多很多年的 这样一个 我忘了是资金还是武器的支持了 反正双方都是告诉对方 我就不怕跟你打持久战 现在俄罗斯我觉得这把架 他就是说我还能打持久战 有谁姓 之前刚才右派群里面也在说 他们隶属了一下 还有哪些人 盟友比如说来参加卫国战争的 特别寒盛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仪式的 你的这几个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谁还能拨出军队来 来给你来救驾 谁会在这掺这个 万一要是你改朝换代了 我就变成你整个俄罗斯的敌人了 是吧 我甚至变成了整个世界的敌人了 不可能有人再来 哪怕是伊朗革命卫队 我觉得 哪怕是伊朗革命卫队 也不可能有人再敢来救你了 北朝鲜说不定还有可能 北朝鲜 我们就看 北朝鲜的百万雄兵 这个时候能够挺进莫斯科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中国派兵 中国之前 我其实那个节目我想做 昨天拜登再次确认了说 我骂习近平是独裁者 没有说错 我再说一遍 我就骂他是独裁者 到目前为止 中国方面除了外交部 以及中国的驻美大使 做了抗议以外 我没看到有进一步的行动 我没有看到 然后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 普里格人这次突然反叛 美国应该是有情报的 而且他们也在里面讨论 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普里格人普遍认为这是个妄人 这是一个怎么样子 这是一个好像武夫 我觉得你可能考虑错了 他如果要走出这一步的话 不可能就是说 我就搏一下 我赢 我就搏一把 赢了就 输了就下海打鱼 赢了就什么 我忘掉了 我看大家能提醒我一下 赢了会所嫩魔 输了下海打鱼 我觉得普里格人不会是这样子的 是吧 不会是这样子的 他应该是做好了各方面的串联的 而且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普里格人在他的 我还没有核实 但是我在那里听到的 是普里格人在他的发布的所有信息里面 都加了一个普里格人2023 对了重要信息 就是俄罗斯在总统普京在发了那个声明 说这些叛军我们要剿灭 大家人人得而诸之 是吧 然后瓦格纳集团方面 有一个telegram电信平台 回了一句话 就是说普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总统 对你没有听错 当时我又回去听了一下 我们需要俄罗斯需要一个新的总统 这是正式的 这是应该是第一次 而且后来确认了 是某一个比较权威的telegram频道 就是瓦格纳集团的频道发的 就正式确认了瓦格纳集团 也就不掩饰了 是吧 虽然我们是清军策 但是如果你军策你太结实了 我只能把军一块清了 这个意思 那么普里格人的野心 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止于 就是说我要把普京拿下 有可能在我后面的 包括后面的政治上的 我也有所企图 也有可能 但是的确就像里面很多人讲的一样 他的名声不太好 他包括在国际上 你像瓦格纳集团是 美国当时是作为恐怖组织 直到现在还没有摘着个帽子 所以我很难想象 普里格人最后会真的是说 成为俄罗斯下任总统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他在里面肯定会发生 某一种比较 发挥某一种比较重要的角色 至于普里格人这个人的 他会有什么结果 其实并不重要 我不在乎 他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有可能会兵败或者怎么样子 或者被人利用一把 然后就被人处理掉了 都有可能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就是 他现在在历史转折之后 扮演这个角色 这个重要 好 咱们就不再继续了 我本来说只做20分钟的 现在已经做了40分钟了 咱们待会稍后回来 我会搜集一下更多详细的信息 咱们再做直播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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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